记者黄熟丽云林报道,清明街前后厨师子班碟北迁季节,也是黄金蝙蝠飞到云家南各大树林繁殖期间,水林黄金蝙蝠生态馆4日至6日举办生态闯拿好礼,邀请大家来云林赏碟看蝙蝠。 黄金蝙蝠生态馆长张恒家指出,金黄熟尔浮俗称黄金蝙蝠它们冬天会在中高海拔洞穴冬眠,清明街前后则会飞抵云家南各大树林繁殖,等到秋天过后才又远离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繁殖育幼族群就在云林水林。 张恒家表示,黄金蝙蝠很会吃海虫,尤其是蚊子,切纹叶道鹅,因此被视为福气的代表,住家附近数量越多代表福气和财力欲望,但因尽破坏,黄金蝙蝠数量越来越少,黄金蝙蝠馆极力推动生态保育工作,希望它们可以永远在住家旁守护我们的环境。 今年儿童节连假4日至6日办理生态闯关活动,有专人带领赏服外,还有狮虎,八色鸟,后,动物保姆,认识野花野草,动物朝乡DIY,遗望影展,黄金蝙蝠演唱会,汉云林林三宝霞布袋戏等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蝙蝠馆看蝙蝠。